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信 這陣子酷暑炎熱 每個人都應該有外出的經驗吧 熱的要命 不帶閃在外面被曬爛 前陣子阿信我在我的IG發了一個線動 我去一個地方停很久 下來 我一上我的摩托車 啊啊啊啊啊 完全不行啊 我的肚子被燙手啊 這不是重點 然後呢 我發了這個IG到我的線動之後啊 嗯? 我發了這個線動到我的IG之後啊 我就有幾個朋友啊 命我說 那你為何不用機車坐墊來煎蛋呢? 反正你的蛋都熟了 謝謝你啊 我的朋友 所以 沒錯 我們今天呢 要做的就是用 摩托車 來做我們的食物實驗 到底摩托車的坐墊能不能做成 一蛋一肉一熱狗的 超級酷熱坐墊大早餐 後面那上的摩托車呢 已經在外面曬很久了 我呢 先用我自身的X眼來感受一下他們的溫度 總共三台車 三種不同的樣子 我們就來測試看看吧 今天 非常的熱 我們的體感溫度有44度 這到底是什麼優良的時間啊 時間是中午的12點整 要先來測試 比我們機車坐墊更熱的 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呢 在工作室可以號稱是這個 太陽之手的男人 看我以前做那些料理 我根本沒有在怕燙 看那些鍋子 我根本沒有在怕燙 區區一個柏油露 我怎麼會怕呢 一 二 乾淨 好燙 好燙 坐墊再怎麼燙也不會比柏油露還要燙嘛 對吧 不可能 媽的 哥哥哥哥一定效果 他一定原本就很燙 這台老金旺比哥哥哥還要更燙耶 好 再來是我的愛車 你們知道我摸過來整台車哪個最燙嗎 我不知道 用手的感覺 不準 我們待會用屁眼測試 各位 做這個實在相當的不具衛生 以及有可能有點安全性上的問題 所以各位在家裡不要模仿 阿靖做就好了 畢竟阿靖可是被坐墊燙到淡淡的男人了 那我們要先幫他做消毒跟簡單的清潔 我還以為噴下去酒精會燒起來 你看 張先生是在擦烤盤嗎 沒錯 要擦乾淨才可以吃好早餐 好燙啊燙啊 好 我們進入我們的海選階段 首先我們分成我們的大型車 小型車 中型車 好 阿靖的屁屁 準備 我真的會怕 撐不過兩秒 一定要找遮蔽屋大家知道嗎 借上坐墊之前要噴水不然會死 他看起來 浮屎乎滑生熱功能做得是挺好的嘛 我剛剛整個屁股跟蛋蛋都貼在上面了 再來一次 看來勝負已分任了 淘汰 你為什麼可以這麼熱啊 消毒先 各位 歡迎來到大雅行動坐墊監台 我是你們今天的主廚阿靖 我們今天要來做的是 一大一肉玉米熱狗大早餐 首先先來點油 燙啊 不是 真的很燙啊 我們怕我們的尖台留的到處都是 所以我們有一個圓形的模 對對對 我怕它流到我的車廂我受不了 請問你在按著的用意是怕它流出來嗎 沒錯 左邊左邊 左邊也流湯左邊也流湯 好各位做一顆蛋了我們要有耐心 我就在這庫下中賽五分鐘 我們來看看它到底會不會熟 好 各位 我覺得我們蛋了 看起來好像是不行了 它說五分鐘就是五分鐘 那我們不能讓客人等著還等太久 所以二廚 剛好的牛肉片放在左邊 我們不能浪費這個煎台阿 熱狗要下嗎 熱狗不用啦啦 這兩個都不會熟你還想下熱狗 那玉米要下嗎 玉米可以直接吃了 所以現在的挑戰就是這兩塊了 所以 雞蛋跟牛肉的對手 好啦我們把蛋移開好了 不要再說什麼坐墊可以熱到讓你煎蛋了 阿進破除都市傳說不會 它不會露出來 所以它有凝固耶 它體驗有凝固耶 好耶我們放著好熱喔我快死了 好各位 他們已經在褲下中存活了二十分鐘了 我看我們這個蛋阿 沒救了 但是我們的牛肉很珍貼 看來我們知道 坐墊沒辦法煎蛋 煎蛋只是個笑話 但是我們可以煎肉了 我們來試吃我們的牛肉吧 好各位 我們經過這麼長時間 終於可以吃到我早餐 實不相瞞 我其實沒有準備其他的午餐 我都準備這個 你們可以看到它其實還是非常的嫩 壓下去還是有這個筷子的痕跡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經過劇烈的45度溫度 酥肥的牛肉片 因為我沒什麼調味它吃起來就是 沒有很乾的牛肉乾 要不要吃吃看 不要給你吃太多吃一片 它是 很鮮的牛肉乾 對 就是 這是剛出爐的牛肉乾嗎 對對對 它有那個角度在 然後你會有牛肉的味道上來 跟一點油耗味 而且你不會覺得它沒熟 你覺得它真的是熟 對覺得它其實蠻熟的 蠻好吃的 看來我們的機車座店 今天還是沒有問題的 你們呢 只能把機車座店拿來做什麼 牛肉 對於蛋來說好像不太行 但是這個牛肉片 我覺得可以 畢竟你燙傷的是蛋皮 對 我覺得蛋的話我們總結一下原因 就是 雖然你人體的溫度的 褲子蛋蛋碰到座店的時候覺得超級燙 燙到像是要燙傷 但其實並沒有 其實要燙傷應該是更嚴重的 畢竟 男人的蛋蛋下面的神經 是最多最多最多的 感受度是會最強的 所以阿進呢可以說是幫你破解這個都市傳說 做店可以熱到煎蛋的人 欸並不行 但是呢 以後就可以說 熱到可以煎牛肉 這個說法 就對了 好 今天的影片就是這樣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 按下喜歡 如果你想像我這樣子做的 請按下訂閱吧 那如果你們還想看 什麼東西在太陽底下 可以弄熟東西的話 可以在下方把你的意見來告訴我喔 OK 那我們就是這樣 我要去把那個蛋給煎了 大家再見 好